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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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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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着最大危害的还是老鼠 特别是在这小的岛屿上 在2018年初 北溪摩岛遭受了黑色和棕色的老鼠侵袭 这对于一片面积1.9平方公里的小土地来说 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这里有数千只直接将卵铲在地上的鸟类 现在,DPNG正在与Island Collaboration合作 正在尝试一些新的东西来对付老鼠 把纵无人机飞越岛上 可以快速达到效果 并且降低老鼠药的价格 贝尔实验室 出于某种原因 掀起了3公吨专门的老鼠毒药 用无人机从新西兰运来 据了解 每架无人机 一次可携带20公斤大树毒药 飞行约15分钟 两架无人机在接地之前 设法覆盖了52的被吸膜 它们可以带提需要30多个配备面具 护目镜和防护服的公园护灵员 来处理岛上的其他部分 这让你感觉到无人机在这种情况下 效率非常高 其他重要新闻 京东与英国时装协会签订合作 SOO56日 2月18日销 C 京东宣布与英国时装协会 以下简称BFC 签署三年战略合作协议 成为伦敦时装周 中国唯一零售 韩电商领域合作伙伴 此次与BFC 建立长线战略合作 旨在为优质设计师 全球品牌 国内外时商资源 建立一个忽略共生的平台 根据双方的战略协议 未来三年内 京东将与BFC 共同打通时尚产业链 在助力中国品牌走向世界的同时 也为国际新锐设计师 提供出的中国消费者的线上便捷通道 从多个层面维持上产业链 品牌商 设计师赋能 网约工将由工商保险 2018年全国两会期间 多名政协委员建议 要重视解决新业态从业人员工商保险缺失的问题 对此 人设部在答复中表示 将事实启动工商保险条例的再次修订工作 把外卖员 网约车司机 快递员等新业态从业者 纳入工商保险制度保障当中 人设部称 目前正在研究起草规范新业态劳动用工管理和服务的指导意见 你对新业态不同劳动用工类型进行分类规范 推动和鼓励新业态行业组织加强行业自律 兜助新业态劳动者劳动权益保障底线等 同时 将加强相关立法问题的研究论证 事实向立法机关提出修改完善劳动法等劳动保障法律保规的建议 此后 人设部也将支持保险机构 针对新业态从业人员的特定风险需求创新产品 作为新业态从业人员工商保险的友 校补充 And 住 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 不代表SOO56历厂优衣库号里有路虎横顶可口可乐 京东烟草使威势博泽 物国随柴动力荷兰由政府美家全家便利店 立入医药源通京东杭州 转烟厂国美LT大奖活热报名中 申请参赛2019年第8月LT向用户庭委立即报名 优优独播剧场olt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